嘻嘻嘻嘻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歡迎訂閱點讚開啟小鈴鐺 OK 來玩這款旺船風華路 今天是10月12日 今天開服的 愛啃娛樂的 愛啃娛樂的代理 這款我記得是網易遊戲 我之前有玩過 這邊要綁定啊 我們不要管它 前幾天就先下載好了 先看一下設定 極致嘛 設定 音樂音量還有語音 有沒有公告 這按了不知道什麼東西 沒公告 選擇伺服器 這是重新登錄啦 我來看一下喔 自動登錄 我剛剛用的 是右邊這個喔 熊熊 然後 這好像是雲下載 不知道幹嘛的 我們就直接來吧 這一款我記得是有點女性像吧 古風女性像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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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勢已然明朗 看我三萬精兵 很大便 妖精 說誰最後人獲勝 說誰後攻亂政 這些後人寫的什麼東西 娃兒 你來寫 千萬別斷歌 我來寫書屏 今日 就看看是我未盡瘋谷更上一籌 還是你 唐宋師篇 太白兄醉倒了 好像把一些 歷代的一些朝代的 角色都弄出了是不是 秦漢共聚一旁 目前看起來是這樣 旺川是奈何橋嗎 聖唐華章 這些朝代這麼厲害就不會滅亡了 對不對 這麼厲害的話 朝代早就千秋萬事啊 好滿滿的中國 中國歷史 是 這裡可以跳過 我當時玩的內容 我已經忘了 但是我知道我玩過 三界惡靈 寂餘已久 上天 感念 風華路飄零 於天地 山海間 淡雨出一股靈氣 以私守 過往 船之職 始稱 好 這邊有一個 角色讓你選 你可以選 男角也可以選 女角 所以我才說他其實 好像也不是完全 女性像 好像我記得 對對對 好像是會在這些畫面 左右走來走去 然後我甚至還沒有完全搞懂他的遊戲玩法 然後就試玩結束 因為路太久了 請見 輸入 阿姆 暱稱已註冊 被註冊 被註冊了 桃園居小聚 民視門 有沒有 就會陸續出現那些歷史人物 有一些皇帝阿 有一些幹嘛的 那秦始皇 和武帝阿 怎麼每個都這麼高大威猛帥氣阿 都是一些盛世的一些皇帝阿 秦始皇還好阿 就馬上死掉就馬上就沒了 超短的超呆 因為又用暴力統一阿 一定有很多民怨嘛 有一些恐怖份子 有一些地下組織 反抗組織 很不幸我們的地球又再度爆發戰爭了 這個禮拜又戰爭了 烏爾戰爭還沒打完 現在那個 以色列又戰爭了 有點慘阿 有點慘 看看其他民視吧 我們回來遊戲吧 哎呀我們去哪裡阿 向前走走 這遊戲就是這種橫向的啦 其實它是山丁 但在把它做成橫斑卷軸的 好 軟疾 不認識 怒服 獅什麼 獅先是李白阿 獅勝是怒服嗎 這邊就安誇一點 這種遊戲就是 可能會有一點點戰鬥系統 楊貴妃 無家遊女出長城是不是 還肥厭獸 太瘦了吧楊貴妃聽說很胖 唐草聽說民風比較開放 穿著比較少 女生的審美觀念比較肉一點 肉肉 楊貴妃太瘦了 李龍姬 太平公主 胸部很平的太平公主 他要去見武則天 太平又出去鬧事 太平你坐 小蘿莉走路好可愛 歷史上 GOGOGO 我們再往前探索一下 就他雖然是橫向捲 但其實他也是有點3D 你可以上下這樣移動 好開啟了一個功能 小蘿莉這邊有戰鬥系統 小蘿莉這邊有戰鬥系統 應該是有啦 哇這種畫風 比較特別一點的畫風 好這邊有巡鷹抽卡 好這邊有巡鷹抽卡 好我們來抽卡一下 也是看起來是要抽卡養成啦 高級普通 好有一些貓咪的臉 通常網易啊 或者是騰訊啊 哔哩哔哩的手遊 台服上架之後 名字都不會改 通常 所以我還知道我之前有玩過 看名字都知道 好東坡洛 東坡洛 之前有去吃一些餐廳 他們會有那種東坡洛 的料理 那就叫那一道上 就一塊那個 肥肉 有繩子綁著的肥肉 三層肉這樣 碰肉 不知道是不是道地的啦 反正就東坡洛 好回合制喔 這是他的戰鬥系統 OKOK他大概知道這遊戲就是 就是中國歷代的一些 歷史人物啦 文士啊皇帝啊 名人啊 超卡養成 然後 來進行這個回合之戰鬥 然後 故事劇情這樣 看起來是這樣 所以我就印象出他不是那種 純女性相手遊 雖然他的畫風是比較那種美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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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就沒那麼戀愛嘛 好佛印 佛印跟那個東坡就是 好朋友嘛 然後就互相讓人要去有一些故事嘛 火鐘的話應該有一些課文吧 我講他們的故事啊 就說什麼佛印刷 什麼巴風吹不動 然後那個蘇斯就說屁 他就生氣了就跑過來了 一個屁一字他就過來了 一陣風屁 好這個畫風很特別啦真的很特別 有一些剪影啊然後 都剪紙啊 不過有些 場景切換那個畫質就糊掉了 這邊有音量回覆自動充 沒有跳過啦 沒有跳過 好這個是張良喔 什麼什麼你有什麼什麼技 我有張良梯是不是 張良技 就是那種戰國時代的 你有什麼什麼梯啊 我有什麼張良技啊 你跟項羽不是大仇人 當年我選擇輔助劉邦 是因為他 那你的意思是 是 你也太直接了吧 但這不影響他是一個 好繼續詢問張良的原因 當年他火燒咸陽公後 帶走了太和劍 這是他講鼓啊 講鼓 好哇這非常飄逸啊 非常飄逸他們的那些衣服啊 頭髮 好要去烏江啦 霸王別姬是不是 霸王別姬 致穩於烏江 好我們要走走 喔來到烏江了 你看這建築物 這其實很日系耶 日系風格 就有的建築物你就不會覺得好 嗯 應該說 為什麼沒有 沒有觸發 我要往前是不是 我要往上 就是有一些唐草的一些建築物 或是幹嘛的 你會覺得他有點像那個 日本的建築物 因為他那個有融合啊 就是他們的衣服 有點唐草衣服 有點像日本的和服這樣 就他們傳承了嘛 然後去改編了嘛 改造了 反而是你在中國 可能就看不到那些東西了 四處逛逛 好把一些歷史的人物啊 故事啊 事件啊 都結合過來 好劉邦啊 劉邦我跟他不熟啊 使用三四鏡穿越時空 好 勤莫無蹤 好 隱身查看情況 你可以點擊啊 不用自己在那邊找路 這裡我還記得 我那時候有玩到 因為我們現在才玩 十幾分鐘而已 所以之前 這裡我還有點印象 好 魚姬 他的介紹太快了 你想要看那個剪接 他自己跳過 不是當你自己手動跳過 我送你一把大寶劍啊 你會用劍 我 我用過 你想當英雄 將軍不想當嗎 我送你一把大寶劍啊 大寶劍在我下面 大寶劍在我下面 主人 別急著走啊 還沒看完後面的事呢 主人 不好 你現行啊 有鬼啊 都要跑出來啊 有鬼啊 好 好 戰鬥一下 我們就玩完這個戰鬥吧 那有興趣的人就來試玩一下 後面的就有興趣 就看你們想要 繼續探索我啦 因為現在只是知道 遊戲的大概而已啊 就是回合之戰鬥嘛 好 可以策略啊 點擊啊 使用技能啊 還有普攻嘛 普攻 我普攻打全體喔 那麼厲害 然後這邊有手動啊 有加速啊 還有這個覺醒技能 簡單說就一個普攻嘛 一個技能 然後一個大奧義啊 可能是這樣 好 蘇士 或者 蘇士跟佛印 OKOK 那就先這樣囉 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訂閱點讚 開啟小鈴鐺 我們來下期再見囉 大家掰掰 拜拜